其實要唱真的唱不完 甚至顏助瑜那個也可以唱 也都是 那青蛙獸他早期是阿美族的古調 阿美族的古調轉變變成台東調 台東調調變成是恆春調 恆春的庚隆歌 一年過了有過一年 當天過了路 後世春天 五萬禪堆青 竹子齊齊的 今年有個是一方是五年 然後報後來過一年之後 改造成話送 老師也說過一句很重要的話 就是如果沒有北投就沒有陳銘長 這是實話 老師剛剛其實也說你小時候 對 你看我小時候四到六歲 那時候是臺灣文化 那個最興盛的時候 我們家在市場旁邊 一年至少三百場以上的戲 三百場以上的戲 歌仔戲 布袋戲 客家戲 貧劇 都有都是野排 所以老師你小時候沒在念書 沒有 在看戲 因為我阿嬤愛聽歌仔戲 我阿公愛看布袋戲 通通會帶 因為我阿公最喜歡帶我 為什麼 因為我會看戲 我不會吵著 我弟弟會吵著 那時候要吃那個 焦萊仔湯 烤肉魚 雞仔丁 他都一直吵他 我不會 我就一直坐在那個 腳踏車的椅子上 我就一直看著那個 看著那個戲台這樣 你很喜歡 小時候就很喜歡 小時候就很喜歡 對 所以這些其實也都是你季月的養分 對 然後 尤其到國中 國中就整個那個 那開始開始 北投那個時候很精神 那時候開始 跟著拿開始 同學哥哥他們一起學 學吉他 老師你的吉他是這樣子學的 對 跟著拿開始一起學吉他 對對對對 這個非常的本土欸 非常的有在地的味道 對 然後高中再去學校學那種 明耀吉他跟古典吉他這樣 我聽說老師高中都沒有在上課的 沒時間上課 因為我太喜歡 太喜歡一天大概都談八個小時 六到八個小時吧 我聽說你小時候是去教官的那個 教官的教 都不要講 所以北投這個地方 其實對老師來說很重要 他文化豐盛 他早期是臺語電影 臺灣電影的那個好萊塢 那個時候總共在那邊拍了一千多部片子 對 那時候 對 三百六十五天 每天都有人在拍電影 對對對對 所以那個時候很多很多很多台語片 那時候都在那邊 然後後來就變成音樂之都 所有人幾乎都要到北投去叫拿開始唱歌 對不對 是 所以他有一個文化的那個 而且有各種各種建築 各種那種 很多日式建築 還有很多的那種飯店女士 很漂亮 那時候的 現在都有一些拆掉 以前好漂亮 加冰格 都很漂亮 很多溫泉也還留著 現在 好漂亮好漂亮 小時候我看到的都是木頭的 整排在北投那個光明路上面 是木頭的建築 好大的雨色這樣子 對 其實真的也只有小時候 有經歷過這些 每天去看戲 每天去接受這些台灣人 我覺得任何一個東西 都是文化都是你耳濡目染啦 對 從你的生活裡面出來的 對 你看嘛 是恆春會產生恆春掉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然後那個郭英南阿美豬 他們會產生馬籃銀唱嘛 對 阿美時的銀唱對不對 那陸森堡的那個北南豬 每個圖都有他的那個 好像北部就會有那個 換水瓜 有沒有 江湖調 江湖調 有沒有 像這個 對 就是這個 我來念 fulfilled 我來念 fis states念 learning 我來念溫溫 我來念溫溫 我來念念鐲 讓你們定理無要求錢 免得驚訝 跟人多人就團職 好是老伯啊 人老命會 講到當今就 會生甘你 後悔失望 人偉才會 倫真多人就害害 世上又去 生後來 彩世歌 這北部是最主名的 對對對 這就非常的臺灣的文化裡面出來的 北部的那個 越琴大師叫陳冠華 彈冠華 他就絕活啊 所以我小時候看到大的啊 老師最後一個問題我很想請問 你覺得越琴對你來說是什麼呢 越琴是應該是從聽了陳達以後 越琴已經轉化內化到我生命風的一部分 因為我為什麼要教越琴 因為我教越琴教他們以後 孩子才懂得 懂得我們的這一段的 南館舞綠 這一段是琴琴的南館舞綠 這一段是琴琴的七綠 看孩子知道 我們西方的十二綠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你兩種都會的話 你就可以跨界 然後樂琴學會以後 就可以學樂琴吉他 三弦吉他 南館吉他 三弦樂琴吉他 還有布隆巴布合森的海洋吉他 都是從這邊發展出來的 都是我從這個樂琴裡面發展出來的 所以你一定是深耕傳承創新 然後你最後才能跨界 跨界完 你才會把你的土地的東西演繹出去 讓世界知道 對 今天真的是非常榮幸邀請到陳明張老師 來跟我們講樂琴還有臺灣的音樂 然後我也很高興老師 跟這麼多的大師 拜師學藝之後 然後幫我們把這些這麼珍貴的音樂 流傳下來 聽說老師現在也在開班授圖 教後面的很多學生 對 對 我們非常期待 我們樂琴要寄每年九月 歡迎到北投來 來聽樂琴 好 今年過中秋節去北投聽樂琴 對 今年有三個國寶 一個是楊秀卿 一個是廖雄之 還有一個是王菁英 對 他們唱歌都很棒 太棒了 對 所以今年過中秋節去北投找陳明張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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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